原油减产协议马上就要进入尾声了 而随着产油国的增产呢 国际油价日前也迅速做出了反应 跌到了2月以来的最低点 市场忧心产油国回复增产之后 石油供过于求可能卷土重来 加上对冲基金的影响 导致国际油价周二续跌 达到了2月以来的最低点 美国西德州终极原油7月期货价格 周二盘中下跌0.51% 爆煤桶64.42美元 石油输出国家组织OPEC和俄罗斯等 非OPEC产油国联手减产成空推高了油价之后 市场预期减产行动可能会工程身退 致使油价从5月的三年半的高点回跌 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OPEC会员 与俄罗斯等产油国6月22号 也将在维也纳集会 市场预期届时将讨论增产的时机和产量 OPEC和非OPEC产油国 从2017年开始每日减产180万桶 迄今已经成功让油价上升近40% 减产协议将于今年年底结束 分析师认为 距离OPEC的维也纳集会 还有将近三周的时间 预料油市将会持续震荡 伦敦布兰特原油在过去12个月 狂飙超过50% 原因包括OPEC减产 市场需求强劲 以及市场担心大型能源公司 在2014年油价狂卸之后投资不足 有别于减产之称布兰特油价 美国西德州原油价格 则是因为产量增加涨幅相对落后 目前这两大指标的汽油价差 已经扩大到每桶10美金 中天频道整理报道